各位同学好,这一节我们要介绍关于合成函数的微分,也就是连锁率,Chain Rule 合成函数,F合成G,要如何微分呢? 如果G在X是可微分的,而且F在GX也是可微分的 则F合成G,这个合成函数,要对X微分的话 就是F的微分,取值在GX,再乘上G的微分,取值在X 这个合成函数,就相当于是一个串联的概念 X先经过G的作用,再经过F作用,才会得到最终的产物 那这一连串的过程,中间如果有变化的话 这整个就可以看成是G的变化,在层上经过F所产生的变化 这就是所谓的连锁率 如果是用莱布尼茨的符号 我们把Y写成FU,然后U是G of X Y就会等于F的合成,则Y对于X的微分 底Y,底X就可以写成底Y,底U 这是代表Y对U的微分,在层上,底U,底X 接下来,我们看下面这个例子 微分Y等于X三次方加X减1的五次方 这个函数有里面这一层跟外面五次方这一层 所以有内有外是一个合成的概念 所以我们就把里面内部的函数叫做Gx 也就是X三方加X减1 那外面五次方的部分,我们就把它叫做F 所以Fx就是等于X五次方 那题目所给的这个Y就是等于F跟G的合成函数 根据刚才介绍的连锁率 我们知道Y对X的微分 就是可以写成F的微分取值在Gx 再乘上G的微分取值在X 那我们看F的微分 Fx五次方的微分 那就是5倍X四次方 好,5倍的X四次方 那现在自变数X的地方是要取值在Gx 所以我们这边不可以直接写X哦 这边要带入Gx 也就是这边的X三次方加X减1 带进来这里 接下来在乘上后面G的微分 那就是X三次方的微分 也就是U等于X三次方 加上X减1 所以Y就是等于U的五次方 那根据莱布尼茨的符号 Y对X的微分 Dy-X就会等于Dy-U乘上DU-X 所以我们来看 现在Y就是写成U的五次方 对U微分 就是得到5倍U的四次方 后面U对X的微分 U就是X三次方加X减1 对X微分 就得到3X平方再加1 所以后面这个部分 就写在这边 那前面的U 我们再把它写回来原来的形式 X三方加X减1 最后得到这个合成函数 Y对X的微分 接下来我们介绍这个例子 是X三次方乘上根号 4X加1 对X的微分 要怎么算呢 这里是两个部分相乘 所以我们会用到 微分的乘法规则 后面的部分有根号 跟多项是合成 所以这边会用到连锁率 根据两个函数相乘的微分 我们先微分前面 得到3X平方 乘上后面不动 再加上前面不动 再加上前面不动 乘上后面的微分 前面的部分直接照抄 后面的部分 我们现在就是要微分 根号4X加1 因为根号其实就是二分之一次方 所以我们二分之一乘到前面 剩下4X加1的负二分之一次方 根据连锁率 我们接下来要乘上4X加1的微分 这个部分微分之后就是4 再乘上前面的部分 化减就得到2X三次方 再乘上4X加1的负二分之一次方 接下来这个例子是根号X平方加4 再减掉3X平方 然后刮乎起来 整个的二分之三次方 这个部分是属于里面 然后外面是二分之三次方 所以我们先微分二分之三次方的部分 把次方提到前面 得到二分之三 再乘上这整个大瓜糊里面的东西 那次方就剩下二分之一 这是微分的次方规则 接下来根据连锁率 我们乘上里面的微分 乘上这个大瓜糊里面的微分 大瓜糊里面根号的部分 我们写成二分之一次方 然后减掉三倍的X平方 这两部分可以分开个别微分 再相减 所以前面的部分照超 在乘上 后面的部分微分之后 这里二分之一次方 微分就是乘到前面 二分之一 然后乘上这个X平方加4的负二分之一次方 根据连锁率 我们再乘上这个瓜糊里面的微分 最后再减掉这个绿色部分的微分 就是6X 现在这个部分 X平方加4的微分 可以得到2X 再乘上前面的二分之一 就变成X 然后乘上这个负二分之一次方的部分 最后再减掉6X 以上就是我们这一节 连锁率的介绍